現在看是2010年 滬港球會杯第二回合賽事 第一回合就是 上海東亞隊是主場4比1領先公民隊 現在看看 穿著白衣服的上海東亞隊 現在拿著球 在後場很穩定 看得很穩定 然後彈過去 你不是這樣扭失嗎 然後被保連盧拿到球之後 輕輕拖過去遠處入網 上一場8分鐘 公民射成1比0 兩回合暫時是4比2 這球球真是上海東亞的後防 真是在玩東西 這球加起來 27號的里城 還打算給保連盧 你真的有這麼好腳法才算 公民因為這場球一定要贏 所以拿到很多攻勢 這球球又是保連盧 門前打算比龍門 很可惜 被上海東亞的門將 孫樂救了球出來 然後孫樂再出來禁區 侵犯對手 這球球其實孫樂也很機警 這球球 鄭海牧以為把球頂了出界 然後被譚樂謙拿了球回來 給了新組再交過去 又是保連盧 一拉過去又是過不到 上海東亞門將孫樂的十指關 這球球射得漂亮 救了也很漂亮 好,新組 一擠擠的球 這樣兩個人之間突破到 很可惜這球球 沒有力 被龍門孫樂接到 這球球是十八號的孫國強 這球球就出事了 上海東亞八號 這個是曹庫定 他被公民後防艾利奧拉跌 因為他是單刀姿勢 所以球證也是紅牌 將艾利奧驅逐出場 上半場二十六分鐘 這球紅牌對公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禁區頂有個自由球 也是由八號的曹庫定 主射入網 一拉過去 地球近處而入 上半場二十八分鐘 上海東亞追成一比一平手 兩回合計是五比二 然後因為打多一個人 所以上海東亞拿到一些攻勢 這球球隊長七號 沒有女兒 對著龍門 剛剛射了孔著 謝德謙拿腳伸出 這球球不輸也有點運 看到范大將軍 公民 這球球一支接過來 又在譚樂軒那裡 你看到突然間 然後再加上去 給馮繼康 你這樣沒有人記錄保連盧 回開二度 上半場四十分鐘 保連盧門前六下 為何撞那球過去 射成二比一 兩回合計 暫時是五比三領先 上海東亞 這球球為何會沒有人記錄保連盧 真的完全不明白 上半場就是二比一的下半場 公民國球一開出來 這球球 哎呀 法徒斯頭場一撞 已經撞得很漂亮 很可惜又是被孫樂撞到 孫樂今場球也撞到很多球球 好,白衣的上海東亞 左手邊 對著龍門交出來 很幸運 法徒斯把球看出來 結果上海東亞五比三 兩回合計 擊敗公民 拿到這個護港球會盃 其實公民這場球都看得很好 但雖然有一張紅牌 而上海東亞的門將 亦足夠了很多球球 在這裡要恭喜上海東亞隊 上海東亞 中文網站 中文明 紅牌